这个女人是我的初恋 而且我最想要跟她结婚 我觉得这是身为男人的我们 到了52岁都还应该要有的浪漫 知名女星大S徐希苑二婚后频繁上热搜 不是她身价倍增 而是二婚老公婚后大火 接到很多工作与邀约 不少工作目前都在排程中 原本打算享受二人世界的新婚夫妇 现在大S却透露婚后生活发生的变化 就连下次相聚都定不下来 可见大S老公婚后有多火了 可是很多的网友不看好这段婚姻 还在替大S尴尬 认为她迅速再婚成了大型射死现场 甚至认为她找了一个老头 结婚只是大S在气汪小飞 然而完全不是 大S并不是单纯的恋爱脑 相反她非常清醒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做的是没有一件低调的 比如之前好几段恋情都很著名 大S和汪小飞离婚后 明白自己的处境 也知道自己失去了内地市场 于是才有了跟韩国前男友复合 以及闪婚这件事 俱俊叶如今已是过期一人 但她所在的二人组合 库隆在90年代非常红 曾是大S的偶像 两人公开结婚后 终于又登上全亚洲娱乐圈的热搜榜单 不过网友大多在调侃两人是黄昏恋 前任就是要断就断感情 人生不要托你带谁 尤其在感情上 我的姐妹都觉得我这个人挺疯狂的事 我的感情轰轰烈烈烈 可是我结束的也是斩钉截铁 然后连我自己很痛苦很痛苦 觉得我怎么会那么有种做出这种决定 但是我还是会用理智来面对我的人生跟感情 酒精情场的大S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汪小飞在大S身上体会到了女人的柔情蜜意 她迅速甩掉火爆脾气的张雨起 和热恋21天的大S闪婚 婚后大S以为嫁入豪门 为汪小飞生儿育女 身材臃肿颜值下滑 为了支持汪小飞的事业 她经常陪着汪小飞出席商业宴会 让汪小飞赚足了人气和关注度 然而天不遂人愿 张廊为了撬江南上市和鼎辉投资对赌 对赌失败 不仅失去撬江南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为了帮汪小飞东山再起 她卖掉了自己的一栋豪宅 拿出资金帮助汪小飞在台湾开酒店 因为疫情 酒店生意惨淡 随后大S带着儿女回台湾生活 夫妻二人正式开启两地分居的日子 40出头的汪小飞正处在精力旺盛的时期 经常传出她和网红的绯闻 大S一怒之下提出离婚 可是还没有过去两个月 大S就和20年没见面的53岁前男友结婚了 很多人认为大S破罐子破摔 其实并非如此 大S从16岁进入娱乐圈 30岁已经是当好女明星 她绝对是情商智商全部在线 才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夫妻 那我年纪也确实不小了 所以在医学的角度来看 我确实是要生就尽早生 就是可以天天腻在一起 然后做很多疯狂的事 现在你就是可能忙家庭什么照顾小孩 然后就没见到那个 居俊叶的到来给了大S第二个春天 居俊叶蒙歌善舞 而前夫汪小飞只拥有商业头脑指挥赠钱 或许汪小飞在大S眼中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大S堪称演艺圈房产小富婆 靠着精准投资眼光 如今成为了台北小富婆 昔日恋人重序前缘 但如今的大S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他还有一儿一女要照顾 在刚刚二婚礼正后的关键时期 大S当然要好好宠溺这个从国外辛苦来娘家的巨俊叶 二婚后的大S被调侃 巨俊叶每月要走多少零花钱 随后大S霸气一句 不管是五六位数的花销 还是给他买奢侈华丽的奢侈品 只要夫妻生活足够幸福就足以 这句话简直太真实了 或许对于身价上十亿的大S来说 这些钱并不是什么难事吧 大S的新婚生活变化很大 除了一儿一女 巨俊叶也成为大S生命中的一部分 如今老公借着新婚的热度圈粉不少 还增加了不少工作 两人的故事甜是真的甜 以后会不会真的幸福 我们拭目以待吧